关于北京城现在有没有封城 局部已经封城 上海在等粮食 在等救济 开封 北京在等待封城 还有最重要的是北京在等待什么 北京等待就是不相信 北京会封城会有人跳楼自杀 这就是中国人 几千年来没改过 那你试试吧 你会等到那一天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七哥看到的信息 看到的素质 要不是七哥有巨大的心脏 和绝对的信仰 那绝对活不了 那一天的自杀一百回 我看到比你们惨多了 就像当年武汉烧人一样 还有香港的死亡数据一样 你相信共产党说的吗 你相信共产党吗 不是那个样子的兄弟姐们 但是北京比你想象的 要惨很多呗 那些作为侥幸 认为自己永远是那个侥幸成功者 赢家 没啥了不起 你试试 现在北京大飘雪 是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当出现大灾大难的时候 一定有异象 天生异象 乌克兰战事之前发生什么事 你们问问乌克兰 问问乌克兰发生了什么情况 井水倒流 畜生怪叫 到处乌鸦 深夜里边鸟是半夜以后都不叫的 你们大家注意到这个现象 鸟比你起得早 但是鸟比你碎的也早 它晚上不叫 乌克兰的很多人说晚上鸟叫 井水倒流很多地方 结果就是在不禅的地方发了这么大的灾难 就包括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入侵前一样的情况 鸟比亚被俄罗斯入侵前一样的情况 鸟比亚被俄罗斯入侵前一样的情况 中文什么了 一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作者 定性 马里亚被俄罗斯入侵前一样的情况 读旨��码 念愿